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红景的高级教师于斌,于老师 那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课程是Pediatrics,儿科学 那我们看儿科学里面包括哪些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在中国并不是很常见的在医学里面会出现的这种就是Child Abuse 但是这个知识点在美国的USMLE考试里面会不断的出现 另外我们对于儿科学比较重要的就是这种先天性的心脏病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那我们大家这个知识比较熟知 因为我们在中国也讲了不少小孩的先天性心脏病 包括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时间格缺陷 Atreal Septal Defect,防间格缺陷 Potent Dacterial Arteriosus,肺和主动脉导管未必 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在发育的过程中会出现的正常的一个通路 但是通常在小孩生下来之后,这个导管应该闭锁 那如果没有闭锁,它会出现先天性的心脏病 主要是一种右向左或者左向右这种分流的问题 Co-Arctation of Iota,主动脉缩窄 还有Transposition of Great Vessels,大血管的转外 Tetralogy of Fallot,法式四连症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几种先天性的小孩的心脏病 好,我们再看一些遗传性的疾病 那在这种遗传性的疾病里面,我们中国几乎很少讲的一个病 就是叫做Cystic Fibrosis,但是在西方非常常见这个病 那它主要的病因是因为一个氯离子通道基因的突变 导致我们分泌的这些液体,包括颐线的液体,包括肺的液体 它比较粘稠,它粘稠到一定程度不容易从我们正常的管道里面排出 如果说这种比较粘稠的液体聚集在肺里的话 这小孩就会不断的发生肺感染 而如果不断的出现在这种粘液,出现在这种胰线里面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消化不良 因为正常的胰霉不能够正常的排到这个胃肠道 好,其他的这种胃肠疾病 包括我们中国比较常见的这个interception 是吧,长套叠 Pyroric stenosis,这个幽门狭窄 Macchus diverticulum,是一种窒息症 还有Herschbaum disease Herschbaum disease我们中文很少讲 它讲的是这种先天小孩生下来就会出现肠梗组 那它出现肠梗组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小孩的大肠或者小肠 它的神经节并没有正常的发育 所以它天生就没有肠蠕动 它没有正常的肠蠕动 导致了这个问题就是Herschbaum disease Neucrotizing enteroclottis 那这个问题主要是出现在早产儿 或者是比较轻的这种小孩里面 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坏死性的小肠眼 或者小肠结肠眼 它可能跟这个血管B的发育不完善 和再加上一些细菌的感染是相关的 好,那我们儿科也包括一些免疫学的内容 包括这个免疫性的缺陷的这种疾病 它可能是来自于母体的 比如说HIV 也可以是这个婴儿天生的 比如说这个抗磷酸体的这种综合症 是吧 它都可以 凡是能造成这种免疫性的疾病都属于这一类 Kawasaki disease 是以这种Kawasaki disease为代表的一类血管性的疾病 这一类的疾病我们在中文里面很少提到 也是USMLE考试里面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里面着重的讲一下 Jubini edipathic arthritis 是吧 又年特发性的关节而言 这个我们中文也很少提到 我们后面也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当然对于小孩来说 这些infectious disease也很重要 是吧 应该说非常常见 那我们中国就更常见了 是吧 因为我们比较喜欢用抗生素来治疗这些东西 比如说acute otitis media 急性中耳炎 broncholitis 这个细肢气管炎 包括Kroup 它也叫做Langryl tracheobronchitis 也叫做这种喉气管 肢气管炎 也包括这个epiglotitis 会咽炎 menegitis 脑膜炎 还有这个percusis 是吧 百日咳 viral thensimus 是吧 这个病毒引起的皮肤红疹 这些都是我们在儿科里面 比较常见的这些疾病 感染性的疾病 对于新生的小孩 我们可能在欧美国家 有很多方法去评估它 可能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考试的比较重点 包括这个epic scoring 是有一个医生叫做epic 他发明了这种 对于新生小孩的一种评估 包括对于小孩的这种哭闹 包括他的这种自治的活动性 包括他的这种呼吸等等 综合的一个评分 congenital malformation 先天性的畸形 这个可能包括这种 唐氏综合症 Patao syndrome Edward syndrome 18染色体三联症 13染色体三联症 21染色体三联症 它是一种先天性的染色体的疾病 或者是先天性的基因突变 导致的问题 Neonatal jaundice 亲生儿黄胆 在很多情况下 它是一种生理性的 当然它也有可能是病理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呼吸窘迫综合症 这个在小儿里面也不罕见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在胎儿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肺循环 我们是不需要肺循环 那在胎儿生出来之后 我们突然需要肺循环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由于发育的问题 或者母体的原因 导致它肺循环 在生出来之后 并没有完全的发育好 导致的这种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小儿的神经病学 包括这个 Cerebral Parsley 是吧 脑瘫 脑瘫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 筛查的一个 新生儿的一个病症 包括Fibroceas 这个是小孩发烧之后 非常容易出现的这种抽风症 这个在欧美也比较常见 其实在中国也越来越常见 Preventive Care 这一部分内容 对于我们中国医生来说 非常困难 但是它比较好学 因为我们以前没学过 但是它里面的内容 并不难懂 我们只是稍微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就可以理解它 它包括这种 Anticipatory Guidance 也就是说 我在生产前的这种辅导 包括Hearing and Vision Screen 听力和视力的检查 还有就是Vaccination 给小孩 哪个年纪 哪个月来做这种疫苗 包括这个小孩 有可能引起的这种中毒症 比如说前中毒 好 我们来看一个题 来看看我们儿科的USMLE 是怎么来考大家的 An eight years old boy presents to his pediatrician with recent onset of daily nose bleeds that have been occurring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那一个八岁小孩 来到儿科诊室 因为他最近两个星期 每天都出现鼻出血 不得不说的是鼻出血 是一个小孩里面 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 他未必都是病理的 但是这个孩子过去的两周 每天都鼻子出血 他可能就是一个病理的 那我们再继续向下看 He has bruises on his legs and arms that appeared after playing on the playground at school 那他除了鼻出血之外 他还在四肢出现了这种淤血 尤其是在学校 这个跑闹玩耍之后 可能会碰到了 磕到了 或者被小孩打到了 恰到都有可能 是吧 反正就是别人碰一下 没事 他出现了淤血 那可能这个时候 很多同学会想到 他是不是有 学小板 或者宁血的问题 的确是 我们应该按照这个思路 来考虑问题 The patient has a history of easy bruising since early childhood 那的确他以前有过这种 比较容易出血的倾向 从出生就有 He denies painful tender or swollen joint 他并没有这种疼痛啊 包括这种红肿啊 包括这种热胀的这种关节 是吧 The boy's mother reports that she has a history of Villibrand's disease 重点来了 是吧 他的母亲说 这个孩子以前被诊断出来过 得了这个Villibrand disease 是吧 所以他才有前面我们说的这些临床表现 这一下就都吻合 和上这个Villibrand disease 是整个题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词 A workup of Van Willibrand's disease would most likely reveal which of the following 那如果我们对Villibrand disease 来做实验室检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看 A increased bleeding time 然后B normal coagulation factor concentration C prolonged prothrombin time D shortened partial thromboplasmin time E 是吧 Thrombocytopenia 那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Villibrand disease 那Villibrand disease的病因是因为出现了一个 基因突变导致它没有一个正常的Villibrand factor 那什么又叫做Villibrand factor Villibrand factor在凝血的过程中 它会和凝血因子8来结合来参与凝血 所以如果我们对于内缘性银血通路和外缘性银血通路 稍微了解一下的话 我们应该知道它应该选的就是C Prolonged prothrombin time 那D当然和它相反的就不会对 那B B这个选项非常有迷惑性 但是大家知道如果Villibrand factor和第8因子会结合的时候 当Villibrand factor出现问题的时候 第8因子也会相应的减少 所以B这个选项并不正确 那A是另外一条通路和这个prothrombin time不一样 它只是参与了其中一条通路 那E的这个thrombin cytopenia也不是完全正确 它主要的病理还是出现了这种 Villibrand factor这一个因子的异常 那Villibrand factor主要参与的是 对于那些减切力非常高的血管的凝血 比如说毛细血管和小血管 这些血管它的流速非常快 所以它的减切力非常高 那在这些血管里面出现凝血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出现这个Villibrand disease的时候 它就在这些小血管里面出现问题 它这个病人主要的病状表现在小血管 比如说皮肤的毛细血管 比如说胃肠道的出血 包括鼻黏膜的出血 这一类的问题 是吧 好 那我们这个前导课程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